你好,这两天美国有一个大新闻,昨天的国会听证案 关于去年1月6号的国会冲击案的一个听证会 有一个女孩子叫卡西迪·哈欣森 她做了一个政言,很有冲击力 民主党也达到了她的效果 先说卡西迪·哈欣森,她是梅多斯的助理 梅多斯是白宫办公厅主任 就类似于中国的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丁薛强 她的助理 梅多斯有很多助理 哈欣森只是其中一位女孩子 这个女孩子她是毕业于克里斯托弗·纽普尔特大学 这个大学离我家也不远 就在威尽尼亚州,就在我这个州 从我这往南四个小时 那个地方是一个军港大西洋舰队的补给基地 就是有很多的航空母舰完成任务之后 回到这个基地 所以那儿当地也有一个旅游项目 就是你坐这个船去看各种各样的航空母舰 就在军港里面停着 那个大学有很多中国留学生 我原来送过留学生去过 我也去过那个学校 所以哈欣森是那个学校毕业的 他是15年高中毕业之后就读这个大学 19年正式毕业 所以他在15年到19年之间就在白宫做过实习生 也做过泰德库鲁兹的助理 他是积极参与政治活动的 他学的也是学政治学的 所以他作为这个梅多斯的助理 他的工作岗位、职责范围 就是在总统身边的工作事务 所以他的听到的、看到的 都是来自于川普的一手资料 所以他昨天的这个政言是很有冲击力的 那么这个听证会呢 这个特别委员会也是民主党主导的 虽然表面上看起来确实是在为美国做事 因为这确实历史上没发生过 冲击国会大厦这种事没发生过 所以要做一个严谨的调查也正常 但是这里面一定有民主党的一己之私 去打击共和党、打击川普 他也通过昨天这个重磅的听证会达到目的了 之前也发生过很多很多的这个 当事的人请过来开这个听证会 那么昨天这个是最有冲击力的一幕了 因为他是离川普身边很近的 那么昨天这个听证会呢 总结起来大概有六个要点是这女孩子说的 比如第一个他说到他事先就在1月6号冲击案 1月6号川普集会之前 他听到川普和他的这个身边的工作人员 谈到过关于一些激进组织的一些言论 包括这个骄傲男孩啊等等提到过 所以这是他说的第一个 第二个呢是在1月6号的川普集会现场 发生了一个细节就是有一些人呢 在会场外围川普呢就让他们进来 但是安全人员告诉他们 这些人不愿意接受这个金属探测仪 就怀疑他们有武器有棍棒有这些 但是川普说他们不会伤害我的 让他们进来把这些就是危险分子放进来啊 第三一个就是说呢 在集会现场有人去骂这个彭斯啊 副总统彭斯说要嚼死彭斯 川普呢私下表示啊 你看这就是麦克英德的啊 就是说当时麦克彭斯呢 在国会呢正在进行 1月6号呢进行这个总统确认啊 确认选票确认这个下任总统的 这么一个仪式和流程 那么川普呢可能觉得他没有帮助我 去推导这个选举结果 川普所以这么说啊 那么再再有一个呢 第四个呢是比较有爆炸性的吸引眼球的 就是川普在车上抢夺方向盘啊 这个是很多人在传 就说他在车上抢夺这个安全人士的 这个FBI这个特勤局的人的这个方向盘抢夺 说咱们要去国会 但是那个人安全人员告诉他们总统 我们不能去先生 我们要现在回西域啊回白宫 但是他坚决要到这个抗议的第一线去 也发生说他这个摁住这个特勤人员的这个脖子锁骨啊 当然这个情节被今天啊 有一个知情人士透露啊 今天新闻说在车里没有发生这个争斗啊 他的特工恩格尔会 包括他身边的工作人员会做成 做来做一个一个证言 车里没有发生这个打斗 这个这个不对 这个这个哈金森他是听说的 他不在现场 他没有亲眼看到 所以他听的是不对的 有这么一个新闻爆出来啊 再有一个呢 哈金森说呢 他在白宫看到啊 川普这个摔盘子 然后把这个桌子掀了 桌布也扔了 然后呢 番茄酱扔在墙上 他还帮着去擦这番茄酱 因为呢 川普去大骂这个巴尔 巴尔是当时的这个司法部长 巴尔接受这个美联社的采访的时候说呢 我们没有发现这个选举里面有任何舞弊的事情 也没有发现有任何证据 所以川普呢 就非常愤怒啊 去大骂这巴尔 在乱发脾气啊 摔东西 这是他提到的 然后呢 再有一个呢 就是在事后 白宫的这些 包括蓬佩奥 他们私下里讨论 是不是要启动宪法25修正案 就是弹劾这个总统的职务 在十几天以后 1月20号把这个总统的职权交给下一任的拜登 由彭斯临时接任 讨论过这个细节和这个可执行性 那么川普受于压力 在1月7号发表声明啊 我会和平的 有效的 合法的 交接权力啊 就是他提到的这么几点 那么这些当中呢 到底是不是都是真的啊 不清楚 因为这女孩子也宣誓了 说这我说的都是真话 那么他里面有他听到的 有他看到的 有他听别人转述给他的 所以这样 这么一个听证会完成之后呢 达到了一个效果 这个效果对川普特别不利 就是使得大家认为 川普是一个为了他的政治报复啊 或者说就是权力野心啊 不择手段 然后精神也不正常 无法控制 然后这个容易易怒 这么暴躁的一个人 怎么能为国家服务 怎么能作为美国总统呢 而且要追究他的责任 他事先就提到这些激进组织了 又放了这些危险分子进来 所以通过这女孩子的描述呢 把这个证据链呢 给他穿起来了 使得大家呢 对川普 包括美国民众 有强烈的影响或者反感 川普呢 当然也在他的社交媒体上 一五一十的 一条一条的直接怼回去 说这不对 这是假的 这是胡说啊 所以这件事情的这个听证啊 到现在呢 是影响比较大 那么这个梅多斯呢 是白宫的这个第四任办公厅主任 川普当了四年总统呢 换了四个白宫办公厅主任 所以川普呢 你也能看得出来呢 其实他是有原来一直的 做老板的那种习惯啊 就是我要你完不成任务就换人啊 你这个干不好你就换 把你换掉 他有那种做老板做生意的那种习惯 他还不太善于在政治圈啊 这个上行政职务内互相的圆滑磨合博弈让步等等 他还是比较激进的 他按照他的这个思路和想法在做事 所以这是第四任这个办公厅主任 但是这梅多斯呢是拒绝参加这个听证会的 所以这个听证会呢 之前还有班农啊 也拒绝了这个呃 那个那那纳瓦罗啊 也拒绝参与这个听证会 而这些呢 算是川普的死党啊 铁杆 那没有去参加这个听证会 没有表达任何对川普不利的言论 但是这女孩子呢 站出来 我相信这女孩子知道的事情 共和党内部这些大佬 包括民主党肯定也都知道和掌握了啊 因为美国的这个这个政权啊 政治权他很多没有什么太多的秘密啊 不像一些极权国家 比如北朝鲜啊 就是你根本就不知道这这金正恩身边的事儿 但是这美国早就都传开了 那么这个听证会选择这个这个梅琴森 让这女孩子站出来说话呢 其实也有他的用意啊 我觉得这里面一定是做了大量的工作 这个卡西迪梅琴森这女孩子才出来做政 做政言 那么现在民主党的效果达到了 川普的这个他的形象 其实影响的 其实主要是中间派选民 并不是川普那些真正的川粉和他的死党 对那些人没有影响 那些人只会更激进的反抗这个听证会 否决啊 或者说否认这些政言政词啊 所以影响的是中间派这些 觉得哎呦川普怎么这样 哎呀他未来其实会影响到他未来2024 川普可能就不妙啊 再有一个呢 我相信不会承担什么法律责任 现在虽然说也许把这事揪出来 川普你当时就是有计划有预谋 然后又这么去干 那么要追究你的法律责任 我相信不大会啊 就是从实际操作层面的不太会 但是用这件事呢去威慑他 威胁他给他压力是能做到了 所以川普这个民主党通过这个听证会呢 达到他想要的效果了 另外一个呢 就是分裂了共和党 其实这件事情对共和党是特别被动啊 共和党是很不利的 因为呢 这个听证会这个特别委员会组成的时候 当时的共和党大佬呢 麦康奈尔就坚决的阻止共和党员参与这个听证会去 参与这个特别调查委员会 麦康奈尔呢 就是赵小兰的老公啊 也是共和党的大佬 他就阻止共和党员去参与这个会 所以这个其实是两党的争论呢 对抗呢 美国现在现实的这种撕裂 这是确实存在的 这是这这就是现实情况啊 那么现在共和党其实两块人啊 其实挺挺挺挺不利的 一个呢 是共和党的中间派选民 第二一个呢 就是共和党内部 跃跃欲试要上台的这些政治人物都会有影响 中间派选民会觉得哎呀 川普你看这个不行 那么共和党人其他有没有出来的呢 也很微妙 那么共和党人的共和党能不能够切割川普呢 也不好切割 共和党内的川普是一家独大 那么川普如果自己去阻挡 有人说川普可以去阻挡 那阻挡就带走了一大批共和党的选票 那共和党就变成共和党加上川普党 就两个小弱势群体 那么民主党就一家独大了 所以这个件事呢 民主党确实达到了他的 呃他想要的效果 那么在美国的这个现在来说呢 在共和党内 如果想处理好和川普的关系 是一个特别微妙的一件事 其实做的比较好的呢 就像我们这个州长 这个杨金做的比较好 他是去今年当了这个 这个沃尼亚的州长 他当州长 他竞选的时候呢 就是比较好的处理了川普的关系 因为你在共和党 你要想选举 你不可回避的要面对川普的话题 川普是不是支持你啊 你反对不反对川普当时的一些 这个这个他的想法呀和政策呀 所以这个杨金呢就做的比较巧妙啊 就是他支持一些川普做的对的 但是有一些争议的呢 他不提他也不说反对他不提啊 所以呢就吸引了一批中间派的选民给他投票啊 以及一些真的是川普的司长 在本周的选州长呢 我们就支持他杨金吧 杨金就这么上台了啊 所以呢 这个是现在来说呢 美国的内部一个比较严重的撕裂的对抗的现象 那么川普我觉得未来他2024年的这个竞选呢 就非常的危险 就不大可能 或者说真的是不妙了啊 因为他想赢得大选的话就下一届总统的话 他必须他的死党要特别铁 铁在他身边 再一个中间派选民要支持他 他才行 他没有中间派选民的话 他光靠他自己的票仓呢 也不行 所以呢 民主党这个听证会到现在没完没了啊 一直之前也调查了好多人啊 到这到这听证会上来 没完没了 但是民主党确实达到他目的了 就是昨天那个听证会 确实使得美国民众啊 大跌眼镜 非常惊讶 哇 他怎么还在车里干这种事啊 抢夺方向盘 这是一个总统该干的吗 哎呀 他怎么为了自己呢 这个这个权力野心 不择手段吗 他怎么能这个样子啊 就很多人就就开始就更大的质疑 所以川普这个人呢 他实际上算是一个 比较明显的婴儿潮的一代啊 就是他婴儿潮长大的 就美国经济高速发展 那一年代出生的 四十年代出生的人 那么他呢 又是个富二代 所以富二代这种身份呢 他做事呢 就有一种不管过程 我只要结果 你过程怎么着 我不去研究 我没那时间和闲心去研究过程 我只要这个结果 你就给我完成这结果就行了 所以在他当总统的时候 以及你包括他换了四任白宫厅主任啊 就是哪个人他都觉得用着不顺手 就换一个 这不顺手换人 再一个不行换人啊 包括他的这个国家安全顾问啊 什么的 他的团队是频繁的更换啊 更换人员 其实就是说明了他的这种做事的心态 其实我在川普竞选失败的时候 就当时他发起这个调查大选舞弊的时候 我还给他捐款了 我还给川普捐款了 我希望他能够他们的委员会能调查清楚 到底有没有这个事 而且当时也很多的传说啊 很多的这个视频呢 证据显示啊 这些人其实是为了反川普而反 并不是说大家多么支持这个拜登 而是就是讨厌川普 我们反感他 所以会不会有故意把他选票扔来啊 或者怎么样呢 当时有很多的这种线索和消息传分出来 所以我觉得应该支持他 让他去再印证一下 去核实一下 证明一下到底是不是这里面有务必啊 当时我也给他捐款了 那么现在呢 到现在川普呢 还是在积极的运作 想办法2024还要卷土重来 但是这件事情 其实对他打击是非常大的 打击非常大 虽然这件事情 也许日后证明很多事情不是真的 也许他的证言听得有误 但是起码现在这颗钉子 已经打进了美国中间派这些选民的心里 支持共和民主党那些不用说啊 他们就坚决讨厌川普那些也没啥用 那么支持川普那些也没啥用 只是中间这批就开始左右摇摆 开始犹豫了 看来川普下届不行 共和党你们内部的问题不解决清楚 是很麻烦的 所以共和党也面对一个很大的难题 怎么到底是不是切割川普的问题 所以最得力的就是民主党 所以这个听证会也达到它的政治目的 他们一党之私也达到目的 大概就是这么个事 未来会怎么样再继续观察 请大家点赞订阅关注我的频道 谢谢